二文禄 第38 夜 零车 自从1885年第一架现代的汽车面世之后 汽车去到现在已经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很多人都以有车为荣 链着车车出道去找个女朋友都容易一些 几颜爸爸在笔记里面就有一个关于车的故事 不过这种车就不是说你想买就买得到 或者这么说就算是送给你 我想你也不敢要 记在爸爸的笔记里面是这么写的 我一直都有留意着凌车的事 一种只是在传闻里面的东西 虽然说是传闻 但是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传说 有人说见到凌车的人 就会在第二天无故死了 也有人说凌车专门带走坏人的灵魂 上了凌车的人就很难再下回来了 但是从来没人见过凌车是什么样的 所以一直都没有关于凌车的详细描述 所以小型的客车就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每当大时大折 大量的民工回香港的时候都会选择坐汽车 因为又便宜又舒服 可能由于这个是中途站 现在又是夜晚 都快到12点了 整个车站就只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肯定是我了 而另一个呢 是一个中年的男人 这个男人生得很高大 我都已经不矮了 他还高我整个头 整个人简直就好像一只大猩猩那样 他头上戴着一顶军棉帽 穿着一件灰绿色的棉蜡 帽下面露出了几汁 好像和管草的头发 一条条开叉 好像碰一下都会碎那样 四四方方的国字面 不过面上的皮肤 就干得好像随时都想裂开一样 看来他应该是长期在户外工作的 不过对眼就很大很有神 而且还很朴实 一阵阵的白霧 在他红黑色的嘴唇中间 慢慢地噴出 肩膀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袋 手上还拿着一个麻布袋 当时我就坐在冰冷的长座上等 而他就好像很心急那样 穿着他那对加大马的解放鞋 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搞得我眼都花了 我看得出有几次 他都想走过来找我聊天 不过又好像不是很好意思 那样 最后都是我主动过去和他说话 打开话题 那中年男人很开心 畢竟在等车的时候 可以有个人聊天 时间都会没那么难过 当时我就问他 你是哪里人啊 他用些说得不太正的广东话 跟我说 我是干西人 然后他就笑了一下 露出了一排整齐的雅 他看起来非常强壮 看上去年纪好像大过我一点 他说他是来这里打工的 由于他的朋友老乡 早几天就走了 不过这几天 由于没人做事 加班费就比较多 他就打算做多几天再回去 搞到现在几乎赶不及车 我看起来的方向在看 我们两个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看他的袋在移动了几下 我就好奇地问他 袋里面是什么 那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是两只鸡来的 老乡男爪的时效送给我 我又卖不出血 刚才带回轻一下 我又怕他们坐 我就用些胶布封住他们的嘴子 说下说下 他就在他的包里面 拿了一件绿豆糕出来 撕了一半 是都说要请我吃 我推了几次都不好意思再推了 唯有收了它 味道都不错 好甜 他见我吃得开心 他都好高兴 将剩下的半件绿豆糕 拿在手上 留回上车的时候再吃 之后过了不久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隔了不知多久 中年男人便推醒了我 他说车来到了 我懵懵缡缠缠的睁开眼一看 的确是看到一部大巴 notice慢慢洗过来 不知是不是我当时睡得太暖了 毛毛糊糊间 那套车根本就好像突然出现 不然,这个四周围都这么静的车站里 我居然一点都听不到车声 我看了一下四周围 简直就好像被黑暗吞噬了一样 而且黑暗好像慢慢向着我们涌过来 要把我们一起吞活一样 上车啦兄弟 这个大猩猩用力抽起他的行李 叫我上车 我看真的这部车 这部就是一部很普通的客车 虽然灯光就不是太明显 不过都看得出它非常破旧 外面红色的横文七友都几乎掉了 我拿着代行李就跟着大猩猩一起上车 只不过当我一只脚踏了上车的时候 我耳边忽然间响起一句 下去 我定了眼望了望四周围 一个人都没有 在我的面前 原来司机眼盯盯盯地望着我 他是一个留着二撇鸡的狐骚男人 好瘦 两边面上的拳骨高高凸起了 在一个刘德华的鹰嘴鼻下 有一个好像查了唇膏一样鲜红的嘴唇 嘴角 夸张地向两边翘起 这种笑容看上去令人非常讨厌 深沉的双眼在黑暗中好像会发光一样 他的嘴唇动了两下 发出了两个音节 下去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很害怕 我的身体受不住控制地向后倒下去 车里面一点声都没有 很快 车就关门 慢慢地银入了七黑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他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 整个车站突然间静了 但车好像从来没来过一样 一直等到第二天的天蒙光 我才等到第二班车离 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 司机就说 本来昨晚就到了 因为天气不好 所以就一直等到今天早上 原本以为都不会有人等下去 司机笑着地跟我说 这个是尾班车了 听到这里 我忽然间开始担心 和我一起等车的那个大猩猩 到底上了什么车呢 但是好奇心始终都滴不过我的睡衣 慢慢地我就在车上睡着了 后来我都再没记起这件事了 过了几年之后 我没想到自己会再一次遇到这一辆奇怪的汽车 其实单看外表 这辆车就没有任何的特别地方 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认得出它了 当时是在夏天的一个夜晚 非常满热 由于我要很匆忙地去见一位朋友 我唯有半夜一个人站在车站等车 车站的后面就是一大片草地 那些草生到人这么高 蜥蜀的叫声很吵 但这辆车就等级都好像未来 不过车就虽然没泥 但是就来多了两个死飞仔 他们两个中间简直开始放了一块镜一样 两个人体型差不多 穿着黑红色的格仔衣 和浅色的沙滩裤 对脚踢着对鬼死那么大腿的拖鞋 担着口烟 双手插袋成个陈老师看着我 准确来说 应该是看着我背着的背包 我就觉得好笑 虽然我不是说什么武林高手 不过对付两个飞仔 都是卓卓有余的 不过始终在外地 我也不想惹是生非 所以当车再次无声无色的 驾到来的时候 我想都没想到就上了一辆车 反正想着同一个方向 去到前面再找地方转车 想不到 那两个死飞仔就跟着我上来 三个人上车后车门一声闪着 接着就慢慢向前开 上了车后才发现车上几乎坐满人 大家都目无表情地坐着 个个的眼神都相当冷漠 车厂里面非常残疚 但是很反常地 车上的人个个都眼定定地看着前面 全部都是以同一个姿势坐着 而且一声都不出 如果我合起来的话 我会以为这部车上根本没有人 车上连卖票的人都没有 司机就是一个戴着黄色制服帽的女人 借着车顶上的黄灯 勉强都可以看到她的样子 看上去都应该是30出头左右 她的面上带着一个奇怪的笑容 从上车到现在 她都是很专心地开着车看着前面 但是车头微弱的灯光 和外面无边的漆黑 实在相差太远了 车越向前走就越暗 不过勉强还可以看到一点点 我发现最后一排有两个位 于是慢慢走进去坐下了 另外一个空位 就被刚才的另外一个死飞仔坐着 就坐正在我旁边 搭着厚烟 看着我隱隱嘴在这里笑 我就另歪了臉也免得理他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坐在我旁边的人 居然还穿着棉衣 头顶还带着一顶黑色的军绵帽 不过她的头一直望向窗外面 所以我就看不清楚她的样子 只但大热天使 穿着一身冬装出来 我想她不是身体有病 就是脑有病 不过我笑不出 因为我脑里很快闪出了一个很可怕的念头 这个时候我脚不小心踢到东西 我低头一看 是一个麻布袋 不过袋口就打开了 我好奇地用脚撥了一下 里面掉了个鸡头出来 不过鸡头已经腐烂了 但还看到 鸡的嘴被胶布封了起身 是两只鸡来的 有香酒的时候送给我的 但又卖不出意 就刚才带回轻一下 我又怕多吵 所以就用脚布封住她的嘴 在年纪前 和我等车的男人的一句说话 忽然间响在我耳边 我颜头开始飘了少少汗出来 是冷汗 我一直看着这个戴着黑色军棉帽的人 我希望他可以转过来 否定我心里的想法 这个时候 坐在我旁边的死飞仔 忽然间跳起身 然后大叫 打夹 不要动 看来她这句对白都连了很久 说完之后 很用力吞了一口口水 我看到她的喉核 动了一下 她当时的表情 似乎很满意自己今次的表现 很得契地看一看车头的同档 好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诡异了 车上的人 完全没有任何谎乱的反应 大家就好像聋了一样 真的好像她所说一样完全没有动过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她们两个一眼 简直就当她们两个好像不存在一样 死飞仔再发烂热地大叫了一声 但今次明显没有底气 还有点热 就算是挺蠢的人 都觉得这辆车也不妥了 人在恐惧的时候 往往会做出一些激烈的行为 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心理 而他们两个都是一样 在这个时候 站在我旁边的死飞仔 用他的刀 搭在我旁边的男人的颈上 但那男人依然没有转过头过来 简直就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 我看你们都是不见棺材 不留眼灰顶了 死飞仔一刀插到男人的肩头那里 然后拔了把刀出来 把刀上居然一点血迹都没有 死飞仔看着把刀眼都定了 这个时候 那个男人终于慢慢转了面过来 果然 他就是一年前那个 好像大猩猩一样的男人 但他瘦得很紧 他的神情 冷漠到有些怪异 他对眼就好像死鱼一样 本来黑黑实实的面 现在一点血色都没有 一部蒼白的面 在昏黄色的灯光之下 泛着微微的红光 而他的嘴上 还咬着半个绿豆糕 一块发了毛 还有虫在上面摔摔摔摔摔摔的绿豆糕 我对这半个绿豆糕的印象相当深 因为另外那半个被我吃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一直都在这部车上 难道这部就是传说中的灵车 当时我的头好像被人打了一锤 我完全没有办法冷静地思考下去 站在我旁边的死飞仔 他看着把刀 傻了地坐回位 面上没有了表情 然后他就和其他人一样 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裡 眼睛睛地看着前面 他的同胆大声地叫了他几声 他都完全没有反应 这个时候我就立刻站起来衝去车前面 我那位朋友 还咬着早就腐烂了的绿豆糕 呆呆滞滞地看着我 在车头的流氓 看到他的同胆这么诡异的情况 于是就用刀 含着女司机的颈子 停车 你老命快点停车 他说话的时候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他一面说一面用力大力地摔到地上 那女司机一声停下车 之后就问了一句 你想下去?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 但是很凶灵 带着一些诱惑的感觉 那拿着的飞仔听到之后呆了一下 但很快又摔了几下头 令自己清醒一点 他用力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大声地说 快点开门 不是我怒弄你 那女司机目无表情地打开了车门 站在门旁的我 嘭嘭声就冲了下车 那死飞仔看到车开了门 但是犹豫了一下 可能他想带他的同胆走 不过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 最后他也是决定自己一个人走 但是就是犹豫了这一两秒的时间 车门突然间关门 那死飞仔落了一半 就被车夹住了一条颈 他的头就在车外面 但是他的身子还在车里面 当时他吓得发狂 他用手不停地在这儿拍车门 好像烫猪般大叫开门啊开门啊 但是这一次 那女司机很明显就没再理他了 很快那部车又再次摔着了 那死飞仔好像哭桑那样 带着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小小声跟我说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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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车慢慢地开走了 而他的求救声 也随着部车的洗软 而慢慢地消失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 直到被一阵凉风吹了一下 我的神智才恢复回来 我看着四周 在车上发生了这么多事 但是我发现 我还是站在原来的车站那里 根本就没走开过 如果不是地上 还留着两个烟头和几个脚印在里 我一定以为刚才的是幻觉 那部真的是灵车 而我居然遇到了两次 不知道那部车 下一次又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鼻门夹着头的那个死飞仔 他会一直这样痛苦下去 我想不明白的是 既然这部是灵车 那司机又会是什么人呢 会不会就是死神 直到现在 我都再没机会 或者有机会我都不会再上车去求证 因为没人可以担保 我还可不可以这么幸运地下来 不过我相信 那部灵车一定会一直这样继续开住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在哪里停下 摘身的人上去 故事就到这里 我合了一本笔记 看着这个冷清清的车站 如果不是老总 叫我去这么远的地方来催稿 而作家又好像冬眠 躲在这些连快递都来不到的偏僻小镇 我才不会夜妈妈天寒地冻 一个人在那儿等车 但是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真的没了心情再等车下去 正当我在想 到底在那儿等下去 还是回头睡个靓觉 等明天早上再去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后面有一些东西过来 我转头一看 是一部车 一部非常残疚的汽车 车门上还夹着一个人头 那部车开得很慢 但是又没有停车 它一直这样向前开 我眼停停地站在那儿 直到那部车经过我面前的时候 那个人头在鼻下面 难道已经看到骨头 它双眼突然睁开了 一旁已经几乎掉了的牙 在那儿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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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下一个深陆 一定是幻觉 我想我也是太累了 我也是找个旅馆睡醒再去吹稿了 第38夜 凌车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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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